5月21号上午10点,在位于科堡的Little Bennett小学报告厅,由美中实验北方校区和科堡社区联盟举办了一场《别开身面的科堡学生讲演俱乐部》系列讲座活动。 对于举办本次活动的初衷,主办方介绍说, 公共讲演对于我们亚裔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很挑战性的一个话题,所有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坦然有自信地面对公众,当他们去讲演的时候。 现在就希望从小的孩子们,从学生们开始抓起来,让他们能够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做他们自己的leader,然后来表达出他们的思想,这个是我们想把孩子们组织起来的一个初衷。 本次活动特别邀请了马州众议员林立图先生,担任演讲嘉宾。 林立图出生在宾州一个小镇,父亲来自香港,母亲来自台湾。 2008年,林立图获得了马里兰大学临床医学博士学位,之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健康学院任教。 本着为更多民众争取更大利益的目的,几年前林立图开始涉足政治, 并在2015年成功当选为马里兰州众议员,是马州仅有的两位华裔议员之一。 两年来,林立图奔走于马州各地,其精湛的演讲得到各族裔听众的首肯。 此次活动的目的为了强调公众演讲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提高演讲技巧。 在讲座中,林立图介绍了演讲的主要技巧,即演讲者的激情和感染力,熟悉了解你的受众群, 要充满自信,与观众实时互动,和运用幽默的语言等等。 最后谈到演讲开场和主要观点的陈述与总结。 活动结束后,家长说道, 这个俱乐部我认为是很好的,因为首先对小孩来增加他们的眼界, 另外就是让他们怎么去做 public speech,这是一个长的 process, 就是 improve stage by stage, and also is good for adults, you know, the learnings, especially the second part of his speak, is really teach us, you know, how to get involved, you know, involve in the community, also involve in the society, you know, make our voice heard, and this kind of public speech, especially legislation part, I think we need to organize more, 让我们的社会认为我们的声音 让我们的声音更改善 尤其是我们的党党 小朋友们说道 我喜欢做公式教育的教育 它帮助我 它会给我更多的机会 我可以做更多的讨论 我会知道我会说 它会给我更多的信心 在我身上